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水冷机需要打开机柜的前柜门 然后通过这里注水口进行这个纯净水或蒸馏水的一个加注 然后在加注过程中可以观察水位表 然后水位水量达到绿色区域 就可以停止加注 加注完后关闭注水口 然后打开侧面板筋 通过上提的方式可以打开侧面板筋 进一步的去检查水冷机以及激光器连接部位的水路的是否有漏水情况 进一步确定安全 第二步 把机器进行电箱接电 有火线零线和地线 按接电要求进行连接好 好连接好电箱之后 然后打开机器背部的总开关 机器上电成功 开启启动钥匙 系统进入界面 开启之后 检查水冷机的水温情况 到这 26度以上 即可进行工作 正常工作 打开激光电源 是激光器通电 好 下一步工作的话 就是安装送丝机里的丝 然后先把这个 送丝这个 这卷丝 然后通过拆卸这个旋钮 然后把这个丝套上 然后套上之后呢 再把它 拧紧 拧紧之后 通过前面 把街头的丝 通过倒丝管 手动的 进行往里边 牵引 然后通过 通过这个 前面的小机构 然后再到达 外部的这个倒丝管 然后一直往里边 进行送丝 送完之后呢 就可以通过这里的 这个紧箍洛丝 来固定这个丝管 这里要进行卡紧 这样就就位了 然后装完之后 开始给送丝机 接通电源 在送丝机的背面 有两个接口 其中一个 哪一个 这个是连接设备的 信号线 信号线 是两口 插在左侧 然后再接通 送丝机的电源线 另一端揭露 插牌工作即可 下一步取出 丝管 进行组装 进行组装 先拧这个螺丝 透过前面的固定 固定结构 再拧第二个螺丝 进行固定 再组装 再组装前端的出丝口 拧紧固定 这是送丝铜嘴 可以使用机器 佩戴的工具包 来进行进一步紧固 下一步取出 呃 佩戴的 配件盒 把里边的这个 这个什么 刻度管 然后取出来之后 进行 连接枪头 刻度保持在 零刻度线 即可 再安装 拧紧 再安装 最前端的 焊接喷嘴 再调整 丝嘴的位置 最终枪头和 和焊丝 以及导丝管 固定最终样式 然后进行 气体的接路 一般使用工厂 准备好的 呃 氮气 和空气 然后连接 连接设备尾部的 这个 进气口 下一步 通过软件界面 把这几个开关 打开 进入 这一个选项 呃 为工艺设置 麻烦 这个为后台设置 下方这个功能选项 为后台监测 在工作台 一定要提前 加紧这个 接地的线 检测到红光 在正中心以后 可以进行焊接的 测试 第二项功能 焊缝的清洗模式 首先把这个 啊 宋斯的支架 给拆除掉 然后更换 前端的 喷嘴 更换为这个 汉凤清洗喷嘴 然后进入 系统界面 工艺设置 然后从这里边的话 只修改这个 汉凤的宽度 改为最大 啊 一般就是六 然后 其次更改功率 功率改到 200瓦 或300瓦 就即可 就只修改这两项功 这两项参数 更改完之后 确认 保存 然后返回 上一界面即可 好 现在进行 汉凤清洗演示 夹 接电 接地线 然后夹在枪头上 这样的话 就可以实现一个 啊 汉凤的一个 窄的一个清洗 啊 切割的模式的话 也是更换 枪头前端的 切割喷嘴 换上专用切割喷嘴 然后系统界面的话 还是进入工艺 然后把 这个 宽度 改为零 然后功率的话 根据材料的厚度 来设置 啊 也是同样 设置完成之后 确认 保存 返回 就可以了 四合一的 最后一个清洗 专用清洗模式 需要把前端的 再重新打开 观察水温 水温达到 20度以上 可以开启激光器 进入界面 选择 设置参数 确认 返回 关于清洗的 聚焦镜片的 规格 标配的一般为 F150 在F150状态下 最大的清洗宽度 可设置为 30毫米 400毫米的 聚焦镜的话 最大清洗范围 为60毫米 F800 聚焦镜片的话 最大清洗范围 为120毫米 设置好 清洗模式下的 参数后 打开两个开关 即可进行 清洗工作 双击两下 这个按钮 即可进行 清洗工作